你們要講一下這次開這個桌遊店,應該又達了不少很大 就是直接進去吧 對啊,總共大概花了八位數 你說這樣一間店 對 房子買的嗎? 不是不是不是買的,買的就要九位數了 對啊 這邊擺的地段就比較貴,而且我們有五層樓 就總共大概有兩百坪左右 對,因為比較大了 有預期可能單月可以回收多少回來嗎? 租金感覺不便宜 對啊,是挺貴的 會覺得壓力很大嗎? 不會啊,我覺得就大家都很努力的話,應該是可以回本 另外一間店還有? 另外一間店現在就搬過來了 合併了 對對對 就一間店 對對對 目前了,目前是這樣 老公有開心嗎? 老公有開心嗎? 嗯 老公有開心嗎? 他覺得很累 哈哈 因為他還是 現在顧三個小孩 然後偶爾還要過來幫忙 就是桌遊的部分 對啊,所以他就覺得有點忙不過來 不過現在人手比較多了 對,所以就比較 對他來說是帶小孩就要累了 所以老公是專職吧 算是兼 對啊 然後兼職桌遊店這樣 那你就是專職11歐這樣嗎? 我就是專職在這邊 然後也還是會上一些通告 好 這樣會覺得照顧小孩可能忙 桌遊店常常會忙不過來嗎? 有時候給老公被扣到擠住啊什麼的 對啊,對啊,會啊 就是會 因為最近就是店裡康準備要開幕 所以就是都幾乎都在忙店裡的事情 然後小孩就是常常會見不到 就覺得很難過 對啊,剛生完就不理他了 這樣子 剛生完動態還是很好啊 就立刻出來就是 對啊,對啊 有什麼保養的方法嗎? 保養的方法哦 就是因為我產前就一直在跳舞啊 運動 所以就是恢復的會比較快 照顧三個會不會特別崩潰? 因為我老公挺崩潰的 然後我就是 有時候我就是半夜回家 然後還要陪小孩睡覺 然後小孩又很早起 因為他們都六七點就醒來了 然後我這邊打烊回家就一兩點了 所以就常常會就是沒辦法睡好覺 而且加上我現在還有在餵母奶這樣子 然後你聽到他就是結婚生子這麼辛苦 會不會以後會有點害怕 就緩緩 緩緩 不急啦 有跟你們不要講啦 那就是我們其實目前也都沒有什麼 成家立業的規劃 就是一切順其自然 你就跟他交往 然後不要跟他接 你怎麼那麼好搶著 你們是應該叫做高鐵嗎? 什麼? 你們沒有討論到這件事嗎? 我之前就是我單身五年的時間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都很謹慎 都想很多 那這一任就是因為我覺得 先不要想這麼多 就 跟著感覺走 直覺然後告白在一起 所以 很多人想說 你這次很突破 對啊 我其實也沒有特別想說 要怎麼樣怎麼樣 但其實也都 有想過 就是當然是以結婚這件事情去思考的 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相處上面 都會以這個方向去發展 但順其自然 真的沒有任何的既定的時間 嗯 是吧 還算很多 我剛剛看他老公 我就覺得 他是我老公的好朋友 有沒有想像他一樣 半年就求婚了 他這麼快喔? 對啊 我們剛剛那個 在一起兩年的時間 我剛剛看他專程送手機來 就匆匆的回身上 我跟他兩年都生了小孩了 對啊 我們還沒 我們還沒 真的沒有瞞著各位的意思 目前都有一切 順其自然 真的 我也聽他講說 哇 照顧小孩很辛苦 就是對家庭反而更畏懼 我覺得 家庭一定是有累的地方 有需要負的責任 那到 差不多 差不多該負責任 那心裡面覺得說 差不多應該 應該要 想要成家立的時候 也許就會 毅然決然的放下那一切恐懼 所以是有抓什麼時間嗎? 沒有啊 沒有啊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啊 真的沒有抓時間 我們都忙啊 你們算兩年喔? 對 兩年時間 這個還是很多人不相信你教女人 像你啊 就是你啊 顯然是你啊 沒有 其他網友不相信 小S有沒有講什麼啊 網友都很久了 其實我覺得 很無妨 讓大家開開玩笑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我們就很自由很開放的狀態 我覺得 就算說 也要再等個幾年才能結婚生下來 都 都是我們都可以接受的狀態 他也沒有那麼想要 這麼快就生下來 這兩天的心情還好 哈哈哈 我以為我躲得過之後 還好還好 就是就一切 其實是已經 我不知道 我們講的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對 車禍 車禍我都已經安安處理好 不是車禍 不是 對 Kymen 其實這件事情是一個 兩個月前發生的事 我們也在當下都處理好 我們後面還錄了個 半季的節目內容 所以 我比較意外的是 當我在看到播出的時候 發現 我真的是有點太衝動了 而且整個嘴臉 整個態度上面 是我自己都討厭的狀態 甚至有一些用字潛詞是 我後來沒有印象 我當時有講 所以其實我真的非常非常內疚 我在事後又在 當天以外 最近也有在跟他聯繫 甚至我們今天晚上 也會一起開個直播 跟大家聊聊天 就想說 就聊一下 因為 他也因為我的關係 就是被波及受了一些無謂的指責 我自己也覺得 也許我們兩個一起出來講一下 大家就會稍微消消氣 我們很希望 尤其是我這邊 我希望告訴大家 對不起 就是做了不太好的示範 那也希望告訴大家 我們其實現在都OK 你有覺得也是被剪輯害到嗎 不會啊 當下真的就是這麼活 我當下氣氛其實就是這個狀態 而且甚至有可能剪輯還幫我們的一些地方 就是讓我們稍微看起來是平和一些 其實當下是有一點點尷尬的 那因為畢竟 我覺得辯論這個東西 就是言語表達的一個衝擊 那在這個言語表達衝擊的狀況之下 會有這種擦槍走火的情形 我並不意外 但是我有點意外是自己並沒有控制住 所以我真的對所有的觀眾感到非常抱歉 你就是好像蠻自責的 就是一直有講很多 然後網友好像有罵你 你有一個個去鬼這樣子 對 就是我比較 有人講說什麼 黃昌平為什麼沒事一個一個留言都要去回 就是酸民不用管他 可是我覺得沒有什麼所謂酸民 就是他們會來留言 會來指教 就表示他們在意你 那既然他們在意我的在意 我也應該回應這一份心情 我想要用一樣的方式去表達說 我其實真的很不希望這件事情發生 就希望那個美光燈的焦點就還是放在節目上面 甚至是聚光燈的焦點上面 就是這間店聚光燈上面 我們盡力敲回來 謝謝 我們還是要去玩下去 所以昨天入眾一三國志感覺還好嗎 很好啊 大家很快就上手 不像是停了一年之後的結果 而且就是所有人馬上該吐槽的開玩笑的什麼都 完全沒有在降低活力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懷念的情形 所以是確定要復活嗎 後續我不清楚 真的 我就完全不知道 就是先就錄這一集 後續我不知道 那多狀況 其實很活潑很健康 該開玩笑的 該吐槽的 該就是直接罵我們的 我覺得有很多 讓我很感動的地方 說哇 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復原的 又好又快 而且整個人的神態 心情都很正面 我就這樣子 就其他更多的爆點 笑話什麼的 大家可以看9月9號的播出 對 9月9號剛好也是 全明星變成會總冠軍 是在後一週 好多事情要宣傳 好累 聚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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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他就其實也是跟我講說 就沒關係啊 我相信其實 他就講說 我相信這個就是 你很在意 所以有了這樣子的反應 那聽起來 因為他也是聽我轉述 聽起來 你也在當下 做了一些釋放 壓力調整 後來 陶子姐也有打電話過來 就是我們也通了一個電話 他說沒關係 我覺得其實反而這集播出 大家會更認識 黃昊平這個人 對你來講 也許不一定是個壞事 那當然 我很不希望是用這樣的方式 被大家給認識 我很希望 其實有更多的機會 能夠被大家看見 但不是以這樣子的形式 跟畫面等等 小明你現在產後那時候胖子嗎 你說產後嗎 產後我其實比原本大概 胖一兩公斤而已 對啊 所以你懷孕都沒有變胖 懷孕有啊 懷孕胖了八公斤 你大概多久瘦回來 多久瘦回來 我就是在月子中心量 大概產後兩個禮拜 就差不多剩一兩公斤 對 所以瘦得很快 應該還算蠻快的 那會再拚在一台 這次瘋狂 有啊 還是想要 哈哈哈 天啊 你的終極目標是要成 你要升籃球隊還是要升足球隊 沒有啦 因為我想要有姐妹 所以現在只有一個女生 所以還在考慮就是 在幫她生個妹妹 大概多久 就是很盡快吧 因為我也年紀大了 所以想說 開機了嗎 嗯 開機嗎 嗯 哈哈哈 因為有些人會問到 會時音就是慘 慘 然後因為可能要休息一下 然後因為還要顧小朋友 就不會這麼快 對啊 因為我剖剖慘了 對 剖剖慘 哦 哦 就已經現在在加快角度 對啊 對啊 可能要去 至少要休息半年 哦 現在他也是要用人工的幫助 嗯 應該是會 因為年紀比較大 希望是女生 希望啊 希望 你要升到四個嗎 你覺得還可以 對啊 啊如果是男生呢 如果是男生在 再生一個 對啊 好可怕 你一定要看身上的女生 希望啊 如果年紀允許的話 對啊 因為我從小就很想要有姐妹 所以就很希望就是有兩個女生 嗯 老公也OK 就我們就再一批一個女生這樣 對啊 一直看老公的狀況 如果他最近太崩潰的話 可能就 考慮先不要 所以大家多來這邊消費 這都是奶粉錢 對啊 也要看店裡的狀況 贏不允許 有三個小孩的年代化什麼 什麼東西 小孩子的照顧可以用 整個月大概會換 照顧嗎 現在其實還好 就是大概都 呃不到 應該都五位數吧 都五位數 那之後可能考慮要再請那個 保母再來幫忙這樣 因為現在那個剛出生是還好 嗯 你現在已經恢復到產經的生產 對啊 就是體重數字 對 就差一兩公斤啊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最近沒有兩公斤 最近電視太晚了 沒有兩公斤 沒有兩公斤 因為有些很長後會發 對啊 目前是差不多了 那你有遇過二職的保母嗎 還沒來啊 保母還沒來 之前沒有請過 之前沒有請 就是之前是請月嫂 對啊 月嫂的話 還好 因為還算蠻輕鬆的 嗯 所以你也不會難聽照顧長的話 有沒有算過 我覺得之後教育費 我覺得可能要花比較多耶 因為他們現在都還小 都還沒有上學 對啊 之後教育我覺得可能會 就想給他們好一點的學校 就要花蠻多錢的 你今天很好教育 就是努力啊 我現在的錢都在這間店上面 對啊 希望趕快賺錢 之後還有考慮再開幾家分店 之後啊 就是這家如果有狀況不錯 還會再開分店啊 其實我們在台中也有一家分店 對 只是一直跟別人共用空間的 對 所以這家其實已經有分店了在台中 還在考慮耶 對啊 因為現在就形象跟之前不一樣 現在三寶 三寶嗎 對啊 所以還在考慮就是可能先以戲劇為主 這樣子 可以出兒童專輯嗎 兒童專輯嗎 這市場蠻大 好像可以考慮耶 對啊 對啊 再找瘋點去拍MV 昨天我們還是碰到他 真的喔 有提到 他要唱兒童歌 對 他跳那個舞 就變成抖音的新的影片 好像不錯耶 所以你從來就變成小孩的偶像 搞不好喔 對啊 秘密阿姨這樣 不會是用阿姨吧 借借吧 將來 別忘了 有 有 的 這 是 這 是 接不起來 是 有 有 有 是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